杨丽可谓是收视率的女王 这几年只要是她的举 都会有很高的收视 以及网络播放 就拿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来说吧 她的收视率竟然达到了300亿之多 这也肯定少不了其他演员的努力付出 而且杨丽搭戏的男演员都会很火 如赵又婷 黄轩 阮晶天等赵又婷 在没有演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时候 她的名气属于不温不过的状态 而且观众看到她的定装照的时候 觉得她根本带不动这剧 但当看到她真正的演技的时候 纷纷被圈着 并称赞七位整容般的演技 阮晶天她与杨丽主演的扶摇 该开始的时候 她的演技还是很被怀疑的 觉得她的表现太夸张 但看完她演绎的长孙无极 很多人则认为真正的长孙无极 就是阮晶天这个样子的 但很巧的一件事是 阮晶天和赵又婷都是台湾男艺人 现在杨丽又要和一个台湾艺人演一部剧 而她就是霍建华 说起霍建华 她的演技还是很被赞扬的 但自从结婚之后 她就回归家庭 很少在郭仲面前露面 在家当一个好父亲好老公 也很少演作品呈现 出了如意传 她之前也和杨丽合作过 这次二人将合作民国剧巨匠 而且还是第一次是演情侣 这次两个人再次合作 肯定会带来很好的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